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表象之下》 故事开始,在中世纪一处偏僻的修道院内 一位修道士的惨词引起了所有人的恐慌 人们对着这具尸体议论纷纷 并且一致认为一切与小女孩小辈有关 所有人都把小辈当成了邪恶的女巫想要处死她 但是为了公平,教会还是邀请了一位审判者前来调查 审判者胡子哥和自己的助手刚刚来到了修道院 就去看望了被关起来的小辈 但是在胡子哥的眼里,小辈就是一个无辜又可怜的小女孩 因为人们的误解才被关了起来 于是胡子哥下定决心要帮小辈解脱困境 随后胡子哥又去查看了惨死修道士的尸体 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渗着血迹的字符 胡子哥感觉好像什么时候见过这个字符 但是又一时想不起来,只能暂时作罢 看看能不能寻找到其他的一些线索 夜晚胡子哥休息后意外地做了噩梦 梦中一个小男孩在慢慢地行走 接着小男孩靠近了胡子哥伸出了手 胡子哥此时发现那是一双极具干枯类似老欧的手 胡子哥因此被惊醒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 随后胡子哥似乎被什么引导,再次来到了关着小辈的地牢 不知不觉帮小辈解下了他的封印 第二天,修道院的人正在食用早餐 突然发现食物都变成了恐怖恶心的虫子 修道院的修饰见状立马就认为此事是小辈所为 但是胡子哥相信科学 不认为一个小小的女孩能够拥有他们所说的法力 于是他开始一件件的调查 随后胡子哥调查发现 原来修道院的食物早就腐烂 这样一来生虫再正常不过 就在胡子哥认为解释清楚 认为大家都已经相信之时 一个老修士突然从高塔上摔下来死掉了 这下众修士直接掠过了胡子哥的解释 固执地认为是小辈所失的巫术所为 反正就是不管你怎么解释 大家就是认为这一切都是小辈做的 胡子哥又再次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 这可能是个意外 没想到此时大家已经不愿再相信了 直接就要处死小辈 好在在不断地劝说下 修士们同意和胡子哥对小辈进行一个 到底是不是女巫的实验 而实验的方法十分的简单 修士们把小辈放进一个装满水的桶内 如果小辈不是女巫 那神一定会保佑小辈 让她在水中能够呼吸 如果小辈被溺死 则是证明是女巫 这样的实验一开始就证明了小辈 必死无疑 但是耐不住修士们的抗议 胡子哥也只能看着小辈 在水中挣扎了半刻 然后溺死掉了 胡子哥伤心地抱着小辈的尸体 难过自己没能够帮助小辈 很快修道院所在的地方 又出现了新的死者 可是小辈已经死了 不可理喻的修士们 又开始认为是胡子哥杀死了他 胡子哥真是有苦说不出 只能被众人关进了地牢里 然而在地牢里的胡子哥 竟然见到了已经死亡的小辈 他不但没有死 反而还好好的活着 但是胡子哥当初是亲眼看着小辈被溺死 这一切似乎已经超出了胡子哥的科学认知 随后小辈在留下一句来找我之后 便突然消失了 仿佛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这下胡子哥也不得不开始相信修士们所说 小辈是巫女的事情 因为常人不可能一死还活着 也不可能突然就消失 胡子哥这边还没有从小辈的事情上 缓过神来 就听到了修道院副院长死亡的消息 而修士们似乎也发现了小辈没有死的事情 他们再次将小辈抓了起来 准备一把火烧死小辈 在这里涛哥不得不说 这个女巫确实好像也没多大能力 要不为什么这么轻松就被抓住了 修士们这边有条不紊的准备着烧死小辈的仪式 而另一边的胡子哥突然想起了 在第一个修士身上看到的符号是什么 原来在二十年前 禽兽的修道院院长强迫小辈与自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当时的胡子哥还十分的年幼 意外的目睹了这一切 但是他也没有选择帮助小辈 而是将这件事渐渐的给忘掉了 没想到小辈因为这件事对院长怀恨在心 因此成为了女巫报复修士们 开始一个个的杀死他们 胡子哥想起这件事后 阻止了修士们烧死小辈的行为 并且将院长的恶行公布于众 小辈见状认为胡子哥是帮助自己的 于是想要要求胡子哥杀死院长 可是胡子哥认为 即使院长犯了十恶不赦的罪 自己也没有权利去决定他的生死 小辈此时也知道不能指望胡子哥 于是悲愤的他依然抱紧了院长的身体 紧接着两人的身体突然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小辈也终于给自己报了仇 电影的最后 修道院中另一个被关押的女孩 发现了胡子哥发现的那个字符 这一切似乎并没有结束 这部电影的剧情稍显拖沓 但是相对喜欢宗教故事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